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辈来晚了 晚辈属实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要么我给你点一根啊 我这身上没带着 回头我在台下回头我给你整几条啊 抽归抽 烟头别乱扔啊 说什么呢这个抽烟呢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 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文明 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 你说就这么大年龄开始抽烟 像我我像这么大时候 我抽的比他还多真的 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一抽烟呢 我妈就抽我 我抽一根烟用五分钟 我妈抽我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妈还劝我 说小兵啊 别抽烟了 对你身体不好 你看你丑的 鼻青连重的 照应饮啊 社会我硬哥啊 社会我硬哥啊 硬哥东北尔说一句普通话啊 东北尔我硬哥好指 必须的 听说啊 跟朗朗李云迪 是齐名的钢琴表演艺术家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知道 但是朗朗和李云迪 也未必知道 像这种国际级的这个 我们钢琴艺术家 真的他这个手啊 双手是特别的金贵 我们从这个朗朗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朗朗就把他那个双手 高架的保了那个保额 就叫什么 意外险 高架意外险 我硬哥好使人 跟风人也保 高架保额 保了他那双手 但是我就纳闷了 你这边上了保险 那边总做饭 你是想骗保啊 还饿着做菜啊 对不起我要去巴塞罗那 剁点辣椒 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 我的妈呀 手割破了 这以后 这以后我 我以后我以后 是不是就发财了 哎呀 对了我硬哥还说呢 硬哥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有个习惯 就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那个单衣掉牙的 不是 单衣大牙 不是单衣 单衣卖牙 单衣卖牙的bisky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就是挺能装的你真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爱好 你像他爱喝单衣卖牙 我就爱喝勇闯天羊 无非就是带气不带气 打嗝不打嗝的区别 喝多了还是俩字 迷糊就完了 刚才还说呢 还说 我硬哥还说 哎呀跟那个 意大利的banana切除 banana banana还用切吗 扒了皮就完了呗 太能装了是吧 又什么什么 斯坦威钢琴家 又蓝带厨师的 我就想问一下 你回东北老家 你不怕哀笑啊 你还整这么多头衔 我劝你啊 你先给自己整个头盔吧 硬哥 像样啊 硬哥 我硬哥 我换下一个 王金导演 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跟王金导演做来个合作 真的 但是王金导演说实话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啊 不敢太造次 但是我还是稍微要跟你说两句话啊 就是你在选电影女主角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徐正导演学一学 你看徐正导演选的女主角 袁权 赵薇 这都好演员 你看你选的个女主角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拍电影吗 你是拍托巴 徐正导演 我老大 我大哥 真的 这个从为人上 艺术上 我都特别的尊重和敬仰 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他就在前面走 我就感觉我后边这一块特别的亮堂 老大 我刚才我摸脑子的时候 你不省省省省省我手下 我一看 是头发 你可以来摸我的脑 对不起老大 我戳伤你了 我和徐导拍戏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气氛特别的愉悦 特别的愉悦 而经常我们俩拍了戏以后 下来以后 小卓几杯 但是徐正导演为什么能成功 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 而且艺术质量就这么高 因为他喝酒的时候 也同样在讲着电影的艺术 那天就跟我说 说 没喝多啊 没喝多啊 没喝多眼神有点迷你 冰冰啊 没跟你说啊 电影这东西啊 真的好 有演员你知道吧 有演员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演员好 我金凯瑞 金凯瑞演太棒 金凯瑞还想说 金凯瑞的眼睛 其实我都不认识他 一直唠啊 唠一宿 唠一宿金凯瑞 到最后 徐正导演也没有发现 我不认识金凯瑞 所以说我就心想 我说你还说 金凯瑞演得好 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 提起喝酒 千万不要被徐正导演所迷惑 我那个小朋友圈 都送我一个外号 东北酒王 但是我喝不过他 真的 喝不 我们在俄罗斯拍戏 头一天晚上 就刚才 我应该说 怼了六瓶 XO 光光怼 怼之前我说 老大你别 别长这样 明早还拍戏呢 我要对得起艺术啊 你要对得起电影 你要喝多啥啥 徐正导演说 说没事 冰冰啊 你不是演个列车员吗 是 明天拍车里的戏 明天我给你 安排两场晕车戏 结果到第二天 真的真的 我演得特别好 不但晕 我还吐了 然后徐正导演 啥事没有 还夸我呢 他说这个演员 这个演的确实 挺有味道的 不过真的 最后我还是想感谢徐导 感谢徐导 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参加 主骂这部电影 希望大家能够在 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 一起来看我们 其中导演的这部新片 非常精彩 也要特别地关注一下 那个列车员 那个演员 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 谢谢大家 我是贾宾 我是贾宾 实在呢每年呢 无论我拍拍些什么戏 总会有人在那叽叽歪歪的 不过呢别人说我就算了 李戴你说什么呢 你今年你看这个吐槽大会 评分好到哪里去了 一直都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我看你还是努力点 不然你就是综艺界的王晶了 还挺好的感觉 有道理啊 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以前啊 拍几剧很难的 因为我拍的都是帅哥 周润发啊 刘斗华啊 周星驰啊 张学友啊 又年轻又帅气 很难把他们变成 是这样的 现在太容易了嘛 现在谁演啊 徐真啊黄博啊贾斌啊 一个个歪瓜裂枣的 不用拍了 站在那儿就吓死人了 贾斌是一个喜剧节目的冠军 有很多新剧 比方说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 泡枸杞 只会泡枸杞 怎么当冠军呢 要泡就泡脸不一样的 泡点女演员嘛 你看人家徐真 快来不出八戒 就泡到桃红了 你怎么还在泡狗锦呢 赵任任大钢琴美食家 她说在某个活动上见过我 可是我真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 实在我见过特别多的美女明星的老公 我全部都不记得 也不想记得 我甚至想忘掉她们 有老公 不过呢 你今天说的那么诚恳的浮夸 我记住你 你坐飞机去吃个虾吃个鱼 兄弟 别人吐槽你 我理解你 想吃条不一样的鱼 总得去远一点地方嘛 李根锡小妹妹 刚才还担心自己会成为小王晶 不会的 王晶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学系毕业的 你想成为小王晶 最少也要考个大学吧 就在这里被惩罚口诀 是考不上大学的 不过你可以当小求求生 今天第一次看到她 听到你们讨论了好多 她抽烟什么的问题 好像很严重一样 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 崩人设议 你们看 外表看不出来的 我看个油腻大叔 都以为我抽烟喝酒 天天花天酒气的 只在我不抽烟不喝酒 十点就睡觉 七点就起床 所以不要看外表 就以为李根锡很清纯 只在我才是最清纯的 我还大爷可爱 徐真兄 一位四十多岁的新导演 那我觉得拍五部以下的都是新导演 他最近几年就拍了三部 换到我们那个年头 就你这个拍片的速度 你演猪八戒都不用化妆了 老板直接把你打成猪头 我是一年拍七部的 徐震里的戏都很卖钱 可是演的角色都很单一 演的全是中年男人 剧情也全是中年危机 可是你真要是危机也算了 你一回去泰国 一回去香港 一回去俄罗斯 不仅有钱 老婆还都想跟你离婚 这哪是中年危机啊 大好事都让你碰上了 老婆我上次磕穿过她的港肿 发现她有建设性听力障碍 当时我跟她说 喂徐震啊 下次你也来磕穿我的电影 她就 就每天一见 过两天我又问她 徐震啊 下次来磕穿我的电影好不好 她又 今天话筒声音那么大 我想问问你 下次来磕穿我的电影好不好 徐震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拍烂片 我有四百多部戏 最少有一百多部 人家说我是烂的 你总共拍了三部 就有一部烂的 这个比例 你跟西顿能穿清楚 四分之一少于三分之一 明明是我的烂片比你的少 对不对 你看西 算了她算不出来 不要勉强她 拍港肿的时候呢 徐震打电话来 要我帮忙去借张学友的歌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跟学友讲 她就说她已经拿到了 灭一些啊歹楼 你跟学友更熟 那我面子不要了 就像 我要找黄渤派系 让你帮我问问有没有党籍 结果你还没问 黄渤已经在我戏里头演金女郎了 你这么生气啊 是不是还在想 为什么黄渤能演金女郎啊 因为人家角色不单一嘛 以我的经验呢 系列电影很难保持在同一个水准线上 你看看太炯 港炯 评分就参次不齐 可是在我眼里 能卖座的电影就是好电影 《九妈》这部片在春节党 一定卖钱 最少排在前十名 放心 谢谢大家 我是王晶 王晶导演 你真的 你看我刚替你说的话 你不能这么聊 春节党有没有十部电影 还不知道呢 而且你还都没看呢 你就这么给人做评论 这样真的特别不好 那我现在也没看您的电影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现在就来评论 心以天涂龙器 一点都不好看 毁了我童年的经典 大家都不要去看 我们一起抵制他 多糟心 是不是啊 接下来